北京时间12月3日 中国足协正式宣布 同意主教练李铁的辞职申请 聘任李肖鹏担任国足主教练 先来看一下李铁的成就 自去年完成国足执教手绣后 李铁一度带领国足 在各项比赛中取得了12连胜 12连胜也创造了国足的最长连胜记录 这12场比赛 国足打入了46球 长均进球达到了3.83球 这样来看李铁还是很厉害的 很可惜啊 就是关键时刻掉链子 新冠上任三把火 李肖鹏成为主教练后 这三名球员恐会被开除国足 首先就是门将严俊玲 和阿曼比赛的上半场 严俊玲的表现还算可以 也扑就了几个球 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当时国足属于领先 而是有落国父和徐昕帮助解围 所以感觉他防守效果还不错 当落国父下场后 严俊玲的弱点被彻底暴露 在阿曼角球的时候 他被四五名阿曼球员团团围住 根本没有机会 而此时他也没有反抗 任凭对方欺负自己 这要是换了王大雷 早就把这几个人推开了 守门员总要有些霸气 那个角球 慢镜头回放可以看到 严俊玲对这个球的弱点判断失误 出击的时候没有碰到球 被对方蹭进了大门 如果他站在球门线 不出击的话 说不定还能挡住皮球 一出击就相当于空门了 对方只要蹭到皮球 球毕竟无疑 其次是吴磊 吴磊也是在和阿曼的比赛中 除了上半场一脚近距离射门得分外 全场毫无作为 下半场一度隐身 王生超的一记长传 准确地找到吴磊 吴磊在没有人盯防的情况下 把竞在指射门打偏了 错失了绝佳反超机会 这简直让人很无语 作为前锋 进球得分是最重要的责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